我们也知道这次武侠在这个嘎那这个正式的展示单元来放映嘛 然后反响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这次好像在海外的这个销售也特别好 就是这些消息您得到之后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应该说我们这个公司呢比较年轻 也是第一次投资拍摄电影 但是应该说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市场呢 我们一直非常关注 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么陈可欣导演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 其实我们在选择导演的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 就是说我们比较注重导演的品质 因为作为一个导演来讲 让所有的作品保持在一个水准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那么陈可欣导演应该说从他早期的双城故事 包括后来的《甜蜜蜜》以及《投名状》 我们感觉陈导演的这个水准 就是他的品质的连续性保持得非常好 第二是我们比较注重电影的国际化市场 那么应该说去年中国电影 已经突破了一百个多亿 但是真正进入到国际市场应该说还是比较少 那么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电影应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电影之所以在卡纳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尤其是对欧洲市场应该说借助于卡纳电影企业应该说会非常有利的 那么在这个电影之前呢 实际上我们应该说对电影的水准一直比较认可 尤其是这个以后这个片子将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应该说本身我们对他是不是有期待 所以说这次在卡纳呢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家计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虽然感到欣慰 但应该说不是侥幸 应该说我们是对他是一直呢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跟陈导演也会有长期的合作 您这次来到这个卡纳电影节 给您的第一的直观的印象是什么 您能简单说一下吗 其实卡纳电影节呢我早在十年前就来过 虽然那次不是有影片进来 应该说对于卡纳电影节一直都非常关注 那么后来应该说这几年吧 我们国家每年都有一些参赛的一些片子 曾经像凯克导演过去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么这几年应该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呢进入到这个环节当中 这次我觉得到了卡纳电影节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 有很多欧洲的片子啊 尤其是个性化的片子呢 其实应该说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国家这次呢非常遗憾 其实也还是有很多优秀的片子啊 虽然没有进来 但是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片子 那么我期待可能以后在我们投资的这个领域当中 除了一些商业电影 还有文艺片呢 我们也会加上我们的投资力度 希望有更多的电影呢 能够融入到这种国际化的平台当中 那您跟这个陈恶新导演的合作下一个电影 雪笛子现在的进展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 雪笛子这个剧本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从我们的感觉应该说 从题材的把握啊 情节的处理啊 都非常的有水准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在宋审阶段 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完善的 那么我想 可能应该是在七八月份吧 可能应该是进入正常的拍摄当中 那么跟陈恶新导演 除了这个片子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 他新作的一些合作 比如说今年可能会有一些 现代题材的 另外陈恶新导演可能 自己还会有一些 像钟馗这种类型的题材 我们说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会 全资或者独资 来跟陈恶新合作 那除了跟这个陈恶新导演 比较固定的合作之外 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比较喜欢的项目的类型也好 还是导演演员的搭配也好 有没有在筹划当中呢 除了跟陈恶新导的固定合作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是很关注一些新锐导演 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 有一个网络电影 叫老男孩 这个导演呢 肖阳导演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么前段时间 他第二个网络电影叫赢家 我们也作为共同合作 接下来今年呢 可能他有新的题材 我们也会跟他继续合作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能像前段时间 有一些朋友 帮我们引荐来英狂 他们即将要拍的 这个林超贤导演的一些片子 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机会呢 也可以进行合作 感谢观看